好,那对于企业价值这件事情 当然我讲解了非常多的案例 那是不是过去大家都知道 确实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去达到超前部署的一个零件的优势 但是企业价值 进入终关部级事实中的一些 不断打开来报道媒体 或者打开来电视网路 其实我发现很少人在教导 不断的公司 去计算出合理的企业价值 这也真的也是我非常纳闷的地方 就是 连你五条赚钱的正本期 也知道是看价值 而不是看价值 但我们看到非常多的资讯的管道 都是教着大家去看一家的波动 去找答案 是否没有人 很少人在教大家去 抓一家公司 去计算一家公司的合理的企业价值 所以真的也难怪 其实为什么大多数的投资人 其实在市场中会走得迪迪壮壮 就是因为 你有走到一个正确的一个投资的路上 好,那为了去帮助更多的投资人 可以将你的投资的焦点 放在一家公司的价值 而非它固价的波动上 那现在一年一度 会开这个不看盘的获利投资署 那这个不看盘的获利投资署 其他有六大的特色 那第一个特色 就是它是市场唯一教导 完整企业价值的才高分析的课程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课程 从初阶到进阶 深入浅出 那现在我相信 不管是投资新手 还是投资老手 应该都可以合理他的路手 那第三个我们学员 可以独家地获得千万老师 进行设计的Excel的档 让企业评价跨般为简 那第五个就是 那第四个就是 线上教学 然后可以无限次地观看90天 不受时间与地点限制 甚至我们还可以调整理数 所以有中文的字幕 所以有中文的字幕 其实可以帮你们学习的效果更加倍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还设有专属的同学的赖群 去提供同学彼此之间 讨论互动的一个平台 所以这些方式 其实都是为了帮助我们 帮我们不堪堂会议同志书的同学 可以达到更好的一个学习的效果 那这个第一个大特色 其实就是在2月14号以前订购的话 可以享有所谓的7成的优惠 不只可以献省8105 那现在我们跟你认为 接下来我们还要进入到 这个过敏的放假的春节假期 而且我们认为你一起在家里过敏 在家追据 那还不如来追一辈子 对受用的赢家策略 这个都是投资自己这几个状态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在过敏之间这么长的假期 大家可以好好的 好好地学习企业价值的 一辈子受用赢家的策略 那如果你对于订购这个不堪堂 过敏投资数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稍后这个QRcode 或许到订购网页 或者是在上半时间 订购专线 订购专线 那我们在这个课程内容包含了七堂 超过三小时的正课 还有七堂的课后的讨论 还有七分的讲义 另外还有十五分的ecell的表图 那这就是让我们在企业评价过程中 可以化繁为简一个这样的依据 那我们的课程 在购买90天后也可以无限式的观看 那我们的LINE的学员群组 可以询问问题 请我们这个群组 在这未来一年都不会解散 所以可以帮助同学 问题问好 问买 问好 所以大家好好把握 那这次的这个 我们都会知道2月14号 好 那希望再次可以 强调很调节目 那过年在家追剧 那我们这一次就 中长超过27个小时 尤其陆生 而且全部的课程都有字幕 可以帮助大家 学习校园和课程中 所以证实的提醒大家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在过年期间 努力的提升自己的 和记得价值的计则方式之后 在崭新的一名 我们都会愿意 崭新的一绕一绕 那如果你对于我们商务团 想要更清楚了解的话 请我们这样的课程 可以先加入到 我们的LINE群 那你找到QR Code 那你就可以进入到 这个LINE群 除了可以享受 第一手的股市资讯 跟市场价观点之外 那我们应该也有 经济的客服 还有专业的助教 还有热心的学章节 可以帮助同学 在同志的路上 不在路径 虽然我们心态是感觉要放假去了 但是老实说 像我最近在做研究的时候 其实我的投资的雷卡 投资的雷达还是打开的 我最近我就在研究一些公司的时候 我觉得 这些公司真的不错 真的不错 未来的具有成长性 那我就开始设定那个好价格 只要价格到了 我一定毫不考虑的一定进场买进 那我不管台股 是不是要放农历春节的长假 因为我非常的乐意 用好价格买进一家好公司 那所谓的好公司 就是未来具有成长性的好公司 那好价格当然是透过财报分析 我们会计算出一家公司 合理的企业价值 所以当我根本不管是不是要放假了 当我只要在封关前 只要我们所锁定的这些好公司 跌到了我所设定的好价格 我真的会毫不考虑的解银行定存 继续的买进这些好公司 那我相信这样的动作 会创造日后的超额利润的一些机会 那这就是我的一个心态 但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大的定见 就是平常做好功课 就是你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身上 很多时候机会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办法掌握 那为什么有些人没办法掌握 关键就是你平常都不做准备 就是想要临时抱佛脚 那当然机会来的时候 你很容易就错过嘛 但是我们这个门派 基本上都是非常的充农 我们对于好公司 有我们对于好公司成长的条件 对于好价格 有我们从财报分析所计算出来的一些 便宜价的一些设定 那当条件出现的时候 那我们就不管台股是不是要封关的 我相信对我来讲 或者是我想要分享给我们学员的 就是毫不考虑的机会 就会解银行定存 进场买这些好公司 好 除此之外 最近庆隆在看一些台股的一些 市场的变化的时候 我刚好看到一则新闻 因为这则新闻 是我相信也是许多的投资人会关注的 是因为我们台湾的投资人 有买金融股的股民 我看先前的这个报道 好像有五六百万人以上 有五六百万的股民有买金融股 所以金融股的好跟坏 那当然会影响到大家的 接下来的这个投资的一些想法 那最近刚好有个新闻出来 就是这个 而保发中心 它每一年都会公告 就是国内的受险业 他们的保费收入 跟保险给付的一个概况 那在2023年的时候 出现了所谓 路不敷出的状况 哇 吓死人了 路不敷出 什么叫路不敷出 就是收入没办法支应支出 对啊 在这样的结果之下 金融股还能够安心的存股吗 对啊 这个就是相信是很多的投资人会关注的嘛 那这张图是从2018年到2023年 这个台湾的受险业者 总保费收入 跟保险给付的金额 以及保费收入 扣除保险给付后的这个金额 那最后保险给付 这就是保费收入的一个比重 那在刚才所提到的 路不敷出是2023年 就是去年的时候 那我们国内的受险业者 一共收进了2.1兆台币的保费 但是却支出了2.4兆的保险给付 那两个相减之后 保险收入扣除保险给付之后 出现了2175亿的路不敷出的亏损 哇这个就头痛了 对啊这个保险给付占保费收入的比重 是来到109% 那这个投资金融股 也许是以受险为主体的金融股的投资人 应该就开始头痛了 如果路不敷出 那金融股还能安心的存股吗 那因为我们比较过去几年 你看2018年的时候 当时的保费的收入是3.5兆 保险的给付只有1.8兆 所以保费收入扣除保险给付 还有1.6兆的余额 那2019年保费收入3.4兆 保险给付1.9兆 所以保费收入扣除保险给付还有1.5兆 那2020年也有1.2兆的这个多余的部分 2021年也有达到1兆元的这个多余的部分 但是到2022年的时候 那我们看到保险的收入只剩下2.3兆 那保险给付的金额掉到只剩下2.1兆 所以保费收入扣除保险给付只剩下1,691亿元 哇这个保险给付占保费收入的比重是达到92% 那2023年就直接呈现入不敷出的状况 那当然 呈现入不敷出的状况 投资人该不该担心啊 对啊 那欠永从几个面向来看啊 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保险给付会持续的上升 从1.8兆上升到2.4兆 那当然很大的关键就是我们的人口老年化嘛 就领保险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 那不止老保是如此 我相信民间的保险也是如此 那第二部分就是保费的收入出现明显的一个下滑 你看2018年2019年跟2020年都还维持在3兆以上 但是到2023年掉到只剩下2.1兆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 庆隆认为应该跟联总会暴力升息 导致很多的有钱人有其他将前parking罩 其他更有效益的去处的一些管道有关啊 就是很多保险的设计大概都是2%到3% 2%到3%的利率 但是你看现在目前这个美金定存都有5% 你去买这些政府 你去买这些美国公债 职利率都有4%5%以上 这是如果投资等级的都在5%以上 然后这些有钱人就发现我与其买保险 我还不如去买这种 对啊这种相对违约风险较低的投资等级债件 那个收益率都更高 所以自然而然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联总会开始暴力升息的2022年之后 那也导致了整个总保费收入出现了明显一些下滑 那当然这样会不会去不去要紧张 那我几个面向来看 第一个过去赚的够多 看过去每一年给1.6兆 1.5兆 1.2兆 2023年亏个2000多余应该还好了 还好了 那第二个其实我们有 我现在有只去追踪啊 就是我们台湾的这些受捡公司啊 他们跟保护收了保费之后 他们如何的去应用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应用的过程 去判断他接下来还不能够 能不能够安心继续存股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那因为如果我们的保费的收入 无法支应保费的支出 那呈现入不敷出的时候 你要怎么补足那个缺口呢 很大的关键就是你要透过投资收益嘛 透过投资收益 那只要投资收益能够超过 那基本上对于受捡公司来讲 都还是非常的安全的部位 那根据我们这个主管机关 最新的数据的公布啦 那台湾的收益业者的投资的部位啊 其实在银行存款的部分 目前有3757亿台币 那这些受捡公司投资不动产 目前的市值是高达1兆6101亿元 那除此之外 投资股国内股票的市值是高达1兆7349亿 那契隆特别把这个点出来 其实告诉大家 其实台湾的受捡业者啊 基本上投资不动产 跟国内股票的比例 其实是非常的少 因为他们真正最大的部位 是放在什么地方 是放在国内外债券上 那目前的总市值是高达21兆5274亿台币 所以21兆5274亿台币的这个债券的部位啊 如果我们以这个3%的殖利率来算 这3%的殖利率 包含了这个可能殖利的部分啊 包含可能新台币汇损的一些差异 所以我们用这个大概 中微数大概落在3%来计算就好 就算是一个比较保守的预估 那光是受捡公司持有着 21兆5274亿元的债券 以3%的殖利率来计算 他一年的债息收入就高达6458亿 那怎么计算的呢 就是21兆5274亿乘上3% 会得出6458亿 所以我光收债息一年就有6000多亿了 那即使2023年亏了2000多亿 入不敷出的状况 基本上都还可以接受啦 还可以接受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不用太担心 而且啊 除此之外 什么 除此之外 我突然眼睛为之一亮 我突然眼睛张开了 哇算 台湾的受选公司有这么多的债券 哇 21兆的债券了 对啊 那如果联总会开始降息的话 哇 那这个庞大的债券啊 未来就会有价格升值的收益性 那过去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 联总会的利率啊 跟债券的价格啊 基本上是呈现所谓的敲敲板 当联总会的价利率开始往下降的时候 那债券的价格就会往上翘 往上翘 对啊 那2024年联总会 从各方面的数据来看啊 应该是有机会开始降息 那即使不降息至少也会告别先前从2022年这个暴力升息的循环嘛 所以我们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 所有的金融公司 尤其是受险公司 他们最坏的状况都已经过去了 就是最坏就是已经升到顶了嘛 接下来他只会降息不会再升息 那即使不降息也没关系 光是这些债券的殖利率的收益 哇就够他们赚薄薄的 真的赚薄薄的 那一旦你准备开始降息的时候 那未来债券价格的走升 哇 那个存在着非常庞大的这个价格回升的收益性 那当然就会让台湾的金融股 台股的金融股 我觉得 我对我来讲 我真的眼睛就为之一亮 我真的觉得哇 真的还不错的 还不错的 好 那谈到了金融股 这些入不敷出 大家不用太担心 因为他有庞大的债券部位 可以去cover 这些入不敷出的状况之外 那因为这些金融公司 他们都已经公告了这个2023年的 获利的状况 所以大家就可以透过金融所教导 各位 就是 EPS乘上盈余分配率之后 我们会得出预估股利 那有了预估股利 我们去比照目前的股价 我们就可以推算出他目前的潜在的殖利率的表现 那台湾的13家的金融公司 根据他过2023年的EPS 然后采用他近三年的盈余分配率的平均值 那我们可以分别的得出他目前的殖利率 那目前殖利率在5%以上的金融股 有这5家 包含了兆丰金、开发金、中心金、华南金跟永丰金 那兆丰金2023年的EPS是来到2.37元 那以他近三年的盈余分配率的平均落在88% 那我们预估2023年兆丰金的预估股利会落在2.1元 所以以2.1元的预估股利 除以他目前的股价值率是落在5.5% 那第二档开封金 他2023年的EPS是1.13 那近三年的盈余分配率是58% 所以预估2023年的股利会落在0.7元 那对照他1月30号的股价目前的殖利率是来到5.4% 那另外中性金2023年的EPS是2.82 那如果以近三年的盈余分配率 53%的平均值来看 他2023年的盈余股利会落在1.5% 那殖利率会落在5.3% 那第四档的华南金 他2023年的EPS是1.59 那他近三年的盈余分配率是71% 那所以我们预估他今年的股利会配法1.1元 那以他目前的股价来看值率是5.2% 那至于永丰金 他2023年的EPS落在1.62 那近三年的盈余分配率是落在61%的平均值 所以预估2023年的预估股利会落在1块钱 所以对于对照他目前不到20元的股价来看的话 值率是落在5.2% 那另外台新金的值率是落在4.7% 那这个就是我们透过这个财报分析 可以跟大家可以先做一个超前部署的一个预估的规划 那当然这些值率这么高的一些超过5%的金融股啊 可不可以再聚焦一点 对啊 那金融就除了看值率之外 我最近从这个月KD指标 似乎发现这个2880的华南金 似乎可以值得大家去留意的 那这张图是2019年的华南金的月K 月线图跟月KD指标 这个红色的曲线是月K 绿色的曲线是月低 那在2023年的11月份的时候啊 华南金的月KD指标在40以下出现了黄金交叉 所谓的黄金交叉 那就是它的红色的月K 从下往上穿越的绿色的月低 呈现了黄金交叉 那上一次华南金出现月KD 在40以下黄金交叉的时间点 可以落在2021年的3月份 当时也在40以下出现了第一档的黄金交叉 那一方面预告了 它先前的这个修正的走势告一段落 另一方面也预告了 它后来股价从18.65涨到2022年4月份 25.7波段上涨37%的一个波段的行情 所以当2023年11月份 月KD再度在40以下出现了黄金交叉了 华南金 那收盘价是22.25嘛 那对照目前的这个殖利率若在5.2% 那我们预估今年会配发1.1元的现金股利来看 我觉得它不失为现阶段进可供退可守的一个标的 所谓进可供退可守 意思是什么 就是股价不涨时赚股利 股价上涨时赚价差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股的定见 这也是金融能够长期战胜金融市场的很大的关键 就是我存很多股票都非常的有定见 就是我我选择了一些标的 我可以接受它不涨 它股价不涨 没关系 因为我可以赚股利 因为有股利的 股利的所得 所以我就非常的有耐心的 可以等到它帮助我赚价差的时机 那对黄兰金来讲 你看它的现金殖利率现在是目前5.2%嘛 那以它2023年EPS1.59 乘上这个近三年的这个 盈余分配率的平均71%的话 我们可以合理的预估 2023年华人金将配发1.1元的现金股利 所以1.1元的现金股利 除以这个1月30号的股价21.5来看 值于是5.2% 所以这就是赚股利的一个机会 那有没有机会赚价差呢 那当然我们从这个月KD指标 似乎也看出了一些端倪了 因为毕竟上述的这几家公司 好像比较少 月KD指标在低档出现黄金脚差的标的 所以这个综合筛选之后 他其中认为黄兰金可以指得大家进一步的追踪 好那除了上面这个几家 值利率超过5%的这个金融股之外 那我们还依序的帮大家来推估 一些国人所注目的金融股他们 2024年的这个股利的一个状况 那第一金他2023年的EPS落在1.65 那他近三年的盈云分配率是75% 所以预估大概今年会配发的预估股利大概是1.2 所以除上他目前的股价来看 值得大概落在4.7% 那元大金2023年EPS落在2.09 那以他近三年的盈云分配率59%的话 那今年预估的股利落在1.2 那值率落在4.6% 那国票金2023年的EPS是0.58 那以他近三年的盈云分配率89%来看的话 预估股利是0.5 那这个值率大概有4.3% 那至于预三金2023年EPS1.41 近三年的盈云分配率是75% 那预估股利落在1.1% 所以值率目前落在4.3% 那另外像富邦金和国泰金 虽然他们2023年EPS分别达到4.81%跟3.24% 但是因为他们近三年的盈云分配率 平均值只有45%跟38% 所以我们预估的这个股利也不会像前面的这么多 所以富邦金预估只有2.2% 国泰金预估只有1.2% 所以目前的值率只有3.4%跟2.8% 那虽然值率不高 但是因为这两家的受险公司 有庞大的受险部位 所以记得刚才清隆老师所讲的 这个联准会一旦开始降息的时候 这些持有庞大债券部位的受险公司 他们的获利的回升 将是可以去被期待的 好那针对这一张表格里面 刚好清隆也观察到有一家公司叫国泰金 他近期的月KD指标也出现了在低档黄金交叉 那通常一档股票的股价 他的月KD会在低档 一定代表他的股价走了一大段的一个跌势 以国泰金来讲 他2021年时候的5月份还有在18.2% 后来一路的下跌到2021年11月份的10.9月 这个波段跌幅下跌40%的走势 也造成他月KD指标出现了低档的 往下走跌的过程 在往下走跌的过程中 你要怎么知道他们是即将落底的 月KD指标的黄金交叉 提供了我们很好判断的标准 那这个红色的月K 穿越了绿色的月低的时候 就代表他企图想要打底 那股票金在2023年1月份 曾经在17附近出现了月KD指标的黄金交叉 当时的收盘价在12.6% 但是持续的打底中他没有任何的表现 那2023年12月份 月KD指标再度出现在27附近的黄金交叉 那这一次的收盘价在12.25% 那第二次的黄金交叉 那或许就可以值得大家投资人进一步的去玩味了 进一步的去玩味了 还蛮有意思的 好 以上的内容就提供给大家 那如果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些内容有想要更进一步了解 或者是你在听庆永在讲解这些内容的时候 有一些想要更进一步深入的一些兴趣的话 那庆永真的非常诚挚的邀请 你可以扫买这个QR Code加入到我们这个免费的LINE群 那除了可以享受第一手的股市资讯跟市场赢家的观点之外 那里面我们有亲切的客服 专业的助教还有热心的学长姐 相信可以帮助同学在投资的路上不再孤军奋战 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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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